我认识 世晨 世晨 世晨今天来 我发现你 跟以前我认识那个世晨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话 但我知道你肯定想说出来 我是有话没跟你说 既然我都来这了 我站在你身边了 我觉得你有话 你就说出来好吗 别怕我在这呢 彭博哥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其实你知道我今天来主要目的 我就是想弄明白生殖那件事 我只是想来 想问你一句话 那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彭博那个资料只经过咱们三个人的手 彭博他自己不可能害他自己吧 我更是我心里做没做的事 我心里清楚得很 然后这不是你做的 你敢说吗 我并不是说来追究谁对谁错 我觉得在追究个人对错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只是想从你这得到一句答案 那件事是和我有点关系 但是 但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人啊 我以为我俩就看看星星在一起了 我也没想伤害到你们谁 对 这件事我觉得其实责任在我 可能是我没有处理好咱们三个人的关系 或许如果没有我 你俩现在还是好同事 好姐们 我有些事处理得神经比较大条 我不像你们一样心思比较细腻 我给你们告成了一种错觉 潘伯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 你就不跟我好 也不许跟他好 没有为什么 你听见没 你看他干嘛呀 不是 他就他哪比我好了 是我试三十了 我是男人婆 但你不知道我呀 你就喜欢这样撒娇卖萌的 太让我失望了你 我天天上午给你做文件 下午给你做文件 天天你加班到几点 我就加班到几点 我不就想陪着你嘛 咱每个礼拜五说好一起喝酒 之前再大的误会 再大的矛盾 你都去 你从来都没违约过 现在呢 你就因为这件事 你多长时间没去跟我一起喝酒了 你多长时间没理过我了 我去喝酒 我就对着一个空凳子 一个空杯子那说话 老板他问我 哎 潘伯呢 潘伯怎么没来呀 你要我说什么呀 我说潘伯让车撞了 还让别的女的也骗跑了呀 你瞅瞅你的衣服 是不是我帮你搭配的 你喜欢你的生活用品 是我帮你准备的 你没我你能过得好吗你 你要说你不喜欢我 你要不喜欢我的话 所有人都把我当男人 就你把我当女人 你问我累不累 饿没饿 想哭的时候就哭呗 憋着干嘛呀 来 有我呢 这儿有我呢 这是什么你说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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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